慢慢撕 進出口十幾二十台車已經 已經很不爽了 准便開走車卻被陌生男靠近 夢拍還夾蛋 暫謀辱罵 車主好無奈 愛車遭人貼大膠帶被惡搞 還是眼前這人搞得鬼 卻只能不斷道歉 究竟男子為何要這樣做 不好意思 你們最先靈停 你怎麼會覺得 這地方可以靈停呢 你們是要告來告 反正要逗地主我沒有在怕 停這裡我弄一台車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盧州 現場面畫紅線 紅線女車主把車 鄰停一小時 回來前後擋風玻璃 被貼上大大的辱罵字眼 甚至連雨刷都被用雞蛋 沙拉油 泥土破壞 輪胎也都被卸棄 動手男子宣稱 自己是地主 不讓人停車 我當下看到的時候 早上一天空白 對方有一點恐怖 他在網路上有人漏風 決了犯刑這份 一一回族 還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現在嫌犯被警方通知 盜案將依法偵辦 只不過嫌犯這行為 並非第一次 看看過去遭人救駕撞上 一氣之下跳傷引其蓋 怒出來打風玻璃 希望麻煩不用擋 打招了人嗎 要呢 然後呢 你能轉嗎 或是遇到別人不打方向燈 藍車大罵 每次遇到有人錯在先 都會暴走 在IG 外題上 各有兩萬多名粉絲 但PO出的影片 有一半都是爭議性話題 這回不滿別人臨庭破壞車 車主已提告毀損 要為自己討回公道 這也為林多宣新北市報道